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懂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税务师小胖 看今天逗不逗 我们也拿了一个麦克风 设备升级 对对对 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说 可能我们拍的需要再升级 所以外景的时候 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有风 可能我们用这个就不会有风的声音 你有介绍你自己吗 你的口波没说 说了都没说 你说了吗 我可能没听到 然后我们今天大家看到 我们在一个外景在一个房子里 这个房子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好朋友的房子 大家看到其实后面是海 是太平洋 我们今天来介绍什么 我们今天其实来介绍一下说 在欧西在Orange County 你想买海景房 都有什么选择 对没有没错 你有哪些城市可以选 那首先我先说吧 那首先我觉得要选的就是说 Newport Beach 和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子 Newport Coast 是非常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徐区好 位置好 然后各方面都好 而且全美前十富豪城市 是的 那是没话讲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Newport Coast 和Newport太贵了呢 那我觉得说是可以买到 我另外喜欢的 是Naguniguel Naguniguel也很好 是我喜欢的 对 我觉得Naguniguel呢 其实就是在我的印象里 我觉得比Naguniguel好 因为Naguniguel有一个社区 太贵了 对 就是而且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如果让我买啊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房子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是在山坡上 是可以看海的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可以看到海 但是在我后面呢 就是很著名的水晶湾 我们呢都是在铁门社区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很喜欢海风 但是我不要买在沙滩上 因为呢 买在沙滩上的 对于老外来讲 它就是一个weekend house 它是一个度假屋 其实不同年纪的客户呢 他对海景房的需求也不一样 可能年轻一点的 爱闹腾一点 他愿意买到海边 对 但是买到海边 不怕得泪风湿吗 年轻人不怕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对于我来讲 我这个年纪 就是40岁的年纪呢 我是喜欢买到 就是说 在山坡上 我可以俯瞰太平洋 然后也可以观金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对 没错 没错 然后这边社区呢 也会比真的 有这个beachfront的这种house呢 它会更安静 更安全很多 没错 beachfront的那种house呢 它带市区大门的不多 对 这种呢 带市区大门的会非常多 是的 还有呢 Laguna New Guel 我可以介绍几个社区给大家 就比如说 我们之前 今天要拍的这个社区 也是带市区铁门的 他可以看到 Dynam Point的海岸线 是是是 我超爱的 对 但是呢 就是有很多朋友 也会问我 审户万 审户万其实也不错 但是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是因为 地格不够高嘛 就是 这个城市可能 没有像 New Port Coast 这个城市那么富 没错 那么它可能 配套的像这个 公共区域的 就没有那么整齐 也没有这么不好 也就是没有这么整齐 没有这么统一 对对对 感觉上是有差的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就是说审户万 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审户万呢 它的性价比 如果我买到审户万 我就会买到 Sinclai Monti OK 那有点远 我就觉得 那审户万下一个 City就是Sinclai Monti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呢 我今天只跟大家 分享我的经验 如果我买房呢 我可能会选 Laguna New Girl 性价比高一些 有社区大门的 如果我真的特别有钱 我真的是就 有一天我突然中了彩票 我可以买到 Cristal Cove 对三四千万的 我一定会买那边 Cristal Cove 那个山上那些豪宅 对 都是Cristal Cove 没错 没错 而且它又有社区大门 低又大 对 又好 我会买这些 然后价位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呢 提湖山这边呢 价位呢 如果带海景的话呢 我觉得大概是在400万起 如果在Cristal Cove 带海景的呢 如果你要买到 很心仪的 至少要六七百万起 一千以上 地不大 一千以上的地很大 对 然后如果你买到 Niuple Beach 在海边的呢 那多少钱都有 像比如说 我们说的那个 就是Panissola 就是Balboa Balboa半岛 那多少钱都有 但是我不会买那边 因为我觉得潮期太大 我觉得那是度假屋 然后呢 如果Laguna New Girl 我觉得两三百万 就可以买到带海景的 对三百左右 对 我觉得就OK 对对对 然后San Juan呢 我不喜欢这个城市 所以我也不想介绍 你可以介绍 然后San Clemente呢 我觉得200万 就可以买到 也不错的 对 San Juan其实跟 下面两个城市 价格都差不多 对 但是城市的设施 可能是 的确显得 没有那么高 它学区又不好 对 学区是差一些 对对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一个房子 就是位于 Laguna New Girl 的一个社区铁门的海景房 那这个海景房呢 要价是1200万 对 我们先去看看大概有多好 看完了 我们再跟大家说 好的 今天我们又来到 Laguna New Girl 来看一个铁门市区 180度全海景的海景房 我们先走进来 我们看一看前院 这个房子呢 特别的艺术 我们下面走进去看一看 走进来呢 首先右手边是 上二楼的楼梯 整个房子有一万两千尺 我们看到直接通到后院 180度海景的后院 我们先看客厅餐厅厨房 和一楼主要的设施 一楼一进门的书房 我们来看一下客厅 客厅里有很多很多的艺术产品 这全部是由三位杰出的设计师设计完成的 一个full mode的餐厅 可以至少做十个人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会客厅 跟正式的餐厅 都是通往院外的 都可以看到海 在厨房的部分呢 分为酒吧区和厨房区 厨房连接的呢 是California Room 这California Room做得非常好 有壁炉 电视 我们可以关海 我们下面呢 去院子看一看海景 大家看一下院子 这边的台间可以上到二楼 可以上到主卧 主卧也可以关海 整个的房子的设计 非常的modern 整个房子呢 是有配电梯的 上下三层 地下呢 是有5000尺的停车库 一楼二楼呢 是房子的主要面积 我们来看看一楼的套房 好房里的卫生间和淋浴 我们再看一下一楼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大家往所有往这边看 它是一进门的 像一个厢房一样 咱们过去的厢房 一个小小的会客厅 或者工作间 在它的后面呢 是它的卧室 其实相当于一个一楼的套房 拥有自己的会客室 非常适合老人居住 套房里的卫生间 那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我们上到二楼呢 首先先看一看它的洗衣房 然后正对着呢 就是二楼的主卧室 大家看主卧室外面的凉台没 可以看到180度的太平洋的海岸线海景 主卧的卫生间 在海景的卫生间 真的很丝密也很漂亮 那我们再来看看主卧的衣橱吧 这个衣橱都不是一个衣橱了 它就是一个衣房 非常的巨大 我们从对面的主卧的卫生间 看到这边 这就是房子的特点 这个房子有两个双主卧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主卧 这个主卧连通的呢 就是主卧的客厅 这个主卧是带自己的客厅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非常喜欢Tiger Woods 从这个客厅我们是可以出去的 这个客厅出来就是我刚才我在院子里说的那个阳台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卧室客厅阳台的风景有多么的棒 好了大家其实看到 在二楼整个这个180度这一面都是一个大的主卧 包括主卧的客厅 主卧的双主位 我们现在去楼下看看这个5000尺的停车场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的入口 这个停车场 跟我们之前卖掉比弗利山庄的停车场是一样的 可以停至少15辆车 在这个停车场里呢 大家看到内建房没有 这个人是收藏枪的 内建房呢全是收藏枪的地方 好了我们看完这个1200万的房子 对 来我采访一下你怎么想 买不起 这个房子呢 我觉得 其实它的设计的功能都很全 对我来说有点大 然后第二呢 就是它个人色彩太浓厚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是会非常喜欢 因为它有很多 这个房子 它的个人色彩太浓厚了 包括它有很多的设计 还有这个装饰品都是带有这个强烈的个人色彩 包括这个色调 对吧 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主卧 特别大 然后男男主跟女主都有各自的 没错 这个不管是活动房间啊 还是说这个衣柜啊 甚至厕所啊都有自己用的 因为我想说需要那么大吗 我说一下我对这个房子有缺点吧 你可以采访我 没有了 然后我是觉得呢 首先呢 这个位置我很喜欢 海景的180度 没话讲 艺术氛围呢 我也很喜欢 包括它一些雕塑的艺术 它的雕塑的一些 它的雕塑的艺术品呢 很多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的 然后包括呢 它有一幅皮加索的画 我不知道是真迹还是假的 这个房子呢 整体的艺术氛围我很喜欢 车库我很喜欢 然后一楼我很喜欢 但是呢 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它的主卧 它的主卧就是风水特别特别不好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海景房嘛 进来一对海景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它二楼的主卧还对着大门 就是特别不好的一件事情 好像都破不了 所以一千两百万我不会买 那我买水晶湾 对对对 这个房子呢 就兼人兼致了 我觉得说如果要买的话 我觉得这个房子八九百万吧 我会考虑让我可以下offer 每个人的这个 对对对 那么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房子如果您喜欢的话呢 会特别喜欢 然后我觉得 如果有这个007情节的这样的人的话 我觉得会特别爱这个房子 因为我到它那个地下室呢 就觉得好像我进去它的枪 那个那个那个 对对对 放枪的地方 对对对 出来我一上车就要出去行侠仗义了 这种感觉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呢就是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海景房 我觉得可以联系我们 其实我们对海景房还是蛮专业的 是 如果大家喜欢呢 就点击订阅关注 打开小铃铛 没错 或者联系我们 没错 没错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